你怎么来了 你看你这身上身下的 脏不拉鞋 先别进 别弄脏我地板 我去给你拿鞋套去 等会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来快进来快进来 妈这不进去的 妈的鞋太脏了 免得把你家的地板 踩脏了 你 你这大包小包的蛋 这是什么呀 赶紧把鞋套给我换上 今年 这是妈晒的干菜和萝卜 这是妈种的瓜果和蔬菜 没有打到农药的 可新鲜了 我特地给你们送过来 尝尝鲜 得了吧 这些城里的超市都买得到 以后别往这带了 方不拉鞋 妈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今年啊 你别多想啊 这些都是妈 今朝夕选的呀 超市买的 不一定有我这个好啊 香巴了 这破螺了破咸菜的还当个好东西 放那儿吧 妈 那个新鲜他有洁癖 您别跟他计较啊 来 咱们进屋坐 嗯 妈就不进来说了 妈这下开一眼我的大孙子 妈就走 小宝这么打游戏呢 你可没进去影响他 妈 你别管他 走 咱们进屋坐 来 妈 慢一点啊 来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你怎么跟妈说话呢 我问一下怎么办 怎么着 还得赖着不走啊 儿子话 妈就想开眼 大孙子就走 不耽误你们 妈 你说什么呢 今晚你就住这儿 多住几天啊 多住几天 住哪儿啊 咱家哪有地方给他住啊 那要不住大衣柜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记得把门关紧点 被吓着小宝 被影响他休息 儿子 妈醒起来了 家里猪还没喂呢 我想回去喂猪去 妈 你哪也没去啊 该走的人是她 我走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你这么对我妈 你可知道 这个房子 是我妈花了三十多年 进去给我买的 从我妈进门开始 你就没给她好脸色呀 可我妈呢 处处忍让了 她为了什么 不就为了我们家庭和睦吗 她自己种了咸菜 萝卜 她自己都不舍得吃 再回来给我们吃 而你呢 你居然还让她睡大衣柜 那大衣柜能睡人吗 能睡人吗 将心比心 今天来了如果是你妈 你会这么对她吗 郑林 你也是有孩子的人 你的孩子长大了 以后娶了媳妇 你的儿媳妇这么对你 你怎么感受 我妈可没这么买菜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 我告诉你 身体脏了 可以再洗 但是心里脏了 那是洗不干净的 我妈在我眼里 她是最沉洁 最干净的 因为她情老肯干 爱护儿女 而你呢 你连百善笑为仙女都不知道 你的心 是黑的 你呀 无可救药了 你骂谁无可救药呢 她这样当 这样买菜 你 你 你敢打我 你现在给我滚呢 爹妈来牵我 儿媳妇 儿子 妈 我日生就是一辈子 哎呀 柳哥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跟你记住 我那同学都已经到了 哎呀 表哥 你怎么穿着龙眉公的衣服呀 我可是跟我那同学说 你可是大老板呢 表妹 你不懂 先回去吧 行行行 那你快点吧 我先走了 好 你好 请问你是小芳吗 你好 我是 我是表妹介绍过来相亲的 没想到 你长得这么好看 我还是回工地搬砖去了 哎 等一下 你看人来都来了 还这么着急走干嘛呀 说实话 我之前啊 也相过几次亲 不过他们都没看上我 你长这么好看 我怕我没有机会了 没关系 我们可以先聊一聊 如果我们能聊得来呢 你就可以试一试 如果聊不来 我们就可以做朋友啊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刘大强 是工地搬砖的 你看 我刚下班 没来得及换衣服 我 工资是四千八 虽然我现在没车没房 但是通过我的努力啊 我相信 我一定会有的 你看看 我知道你肯定看不上我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你真的不嫌弃我吗 我之前相亲的几个对象 他们没等我话说完 他们都走了 这很正常 我们每个人选择不了自己的出身 但是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 我相信一切都会有的 你是真的这么想的吗 肯定啊 其实我对男朋友的要求并没有多高 也没有要求他多帅多有钱 只要他善良善进 有责任心就行了 只要两个人在习努力 日子肯定会变好的 虽然我现在没有钱 我也很普通 但是我发誓 以后我们在一起啊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 照顾好咱爸咱妈 还有咱这个家 你看我怎么样 我觉得你挺好的 要不然咱们换个地方聊吧 好啊 对了 前面有一个蒲天拉面 里面虽然不大 但是挺干净的 我经常去吃 要不咱们去那边坐坐 嗯 好 其实啊 我挺喜欢吃拉面的 走吧 嗯 这车是你的 老板老板 你怎么还不去公司呢 公司那边都忙死了 王秘书 着急忙忙的什么事啊 原来你是个大老板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穿着农民工的衣服出来相信啊 是这样的 因为我身份的原因啊 有很多女孩子啊 接触我都是有目的性的 我想啊 找一个真心对我的女孩子 所以穿成这样子啊 对你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你不生气吧 没事 我不生气 走 咱顺便去吧 嗯 今天啊 我遇到一个真心爱我的女孩子 大家觉得我们能在一起的话 请真心的祝福我们吧 妈 你慢点 姐 在家呢 妈 这是做手术啊 总共花了六十万啊 咱妈说了 咱们姐弟三平摊 二 一人探二十万 你搬你那二十万呢 给我就行了啊 啊 妈 你出院了 小弟啊 这个钱 我跟你姐夫 出不了 哎 为什么出不了啊 这个钱 我跟老三都出了 你嫁给老刘家 这么多年 难道那二十万都不死吗 这跟我的嫁子 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你姐夫 作为一个女婿 她为什么要去 平摊丈母娘的医药费 不是 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咱爸 咱妈把咱们姐弟三拉扯 那不容易啊 咱们一出事了 你就六成不让了呢 咱们作为子女 给父母平摊这个医疗费 那是合情合理的啊 你如果不承担 你就是不孝 我自认为 我作为一个女儿 我是够格的 爸哪一次生病住院 不是我跟姐夫去照顾的 手术费 医疗费 医药费 全是我跟你姐夫出的 每次想让你们来照顾照顾 你们就说什么 再加班 再旅游 每次的旅游 可是一大把呀 你们没有空照顾爸 也就算了 这家里去年拆先分了三百四十万 这三百四十万全给了你个人三弟 我们家是一毛钱都没捞着 这口气 我是死活都咽不下 姐 那拆的可是咱们老王家的祖宅啊 你一个嫁出的女儿 你有什么资格分呢 行 那就按你说的 既然我已经嫁出去了 那我也就不是老王家的人了 那以后平安医药费这种事情 你就别来找我跟你姐夫了 以后我跟你姐夫 只出力不出钱 反正 在妈的眼里 我就只是一个外人而已 你说这样的话 真是气死我了 我真是白养你了 是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那姐夫在外面啊 一亲到晚一民少政啊 你个家 一人不差就二十万呢 这二十万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你要真让我家拿吧 我家也确实能拿得出来 可是娘家的所作所为 确实已经让我心寒了 像当初老家的拆先款 一共三百四十万 哪怕拿出四十万临头分给我 你跟三弟一人一百五十万 我也是很乐意的 但是像现在呢 一遇到男生啊 我就成家里的人了 要是遇到好事拆先了呢 我又成了家出去的外人了 你要老提那拆先款干什么呀 是 咱爸是没有把这拆先款分给你 但是作为子女 你平单这个医疗费 那是合计合理应该的呀 够了 我作为一个女儿 我认为我的付出已经够多了 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来想办法吧 哎 姐 不能因为你嫁给一个生育人 你的良心都给狗给吃了吧 爸妈这么多年啊 在你身上花的可不止二十万呢 做这二十万你都不愿意出 你都不怕别人出你几两股 说你不孝顺吗 说到孝顺 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初中刚毕业 我就出去打工 打工的钱 全部寄回家给你跟三弟做学费 我自己只留一点点的公司作为生活费 还有当初结婚的时候 你姐夫可是给了我八十万的彩礼 这八十万 爸妈全拿去了 拿去给老家盖房子 一分没留啊 爸妈全部要留给你跟三弟娶媳妇 对于这个家 我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那个拆迁款在咱爸手里 他想分给谁 那就分给谁啊 不能因为没分给你 你总觉得我们亏欠你啊 而且我实话告诉你吧 咱爸为什么没有把拆迁款分给你 那是因为你们家条件 那是最好的 而我跟老三不一样了呀 我们要拿出这二十万 那你得靠死工资一点一点点的攒出来的呀 还有我说不想说了 咱爸咱妈本来的意思 给你掏一半的 掏三十万 是我跟老三 好说歹说 还给你减了十万块钱 做人 得感恩 照你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你呗 你这招子呀 真是会信口开河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说了行不行啊 大不了我回去 跟咱爸说一下 以后咱们家呀 不管好事坏事 都咱们姐弟三 平谈好不好 不可能 我告诉你 不仅是这一次的费用 我不会再承担 以后你们家所有的费用 我们这个家都不会再出了 你现在赶紧回去 好好和小弟商量一下 还有你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这三百四十万的拆迁款 当初没有分给你 只分给了我和小弟 你做何感想 无所谓呀 我又不会像你那样斤斤计较啊 行啊 那你把你那一百五十万给我吧 我 没有 我拿去买车了 那你就把车过户给我 哎呀 你家这么有钱啊 姐夫啊 你说句话呀 这个钱你们家到底该不该平摊的 你干啥呀 你给我看呢 爸爸老婆 这个钱呢 咱们出吧 她呀 毕竟是你妈 你看 咱们拿一半合适吗 老公 这个钱咱们家一份都不出 怎么 你们家生意做那么好 这些钱都不愿意出 你们还是人吗 我们家生意做得好不好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去年你姐夫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 到处筹钱 交头烂额 心想着 咱爸咱妈手里有三百四十万 想问你们借点给我们 你们愣是不借啊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想 我现在表明这个态度 应该很清晰明了了吧 还有 现在我跟你姐夫 还愿意请假去照顾她 对你们已经是人质疑敌了 至于平摊费用这一部分 你们想都不要想 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 真遇到的事了 她怎么不上呢 那我问你 拆迁款呢 你别老拆迁款 拆迁款的行不行啊 我明确的告诉你 那个拆迁款 是我们老王家的财产 你啊 闪都别想 还有 这平摊医疗费啊 那是我们作为 资予阴尽的义务 这一码归一码 你不要哄那一胎 行不行啊 闭嘴 关 王小薇 给我滚出来 老婆 你怎么来了 儿媳妇啊 你来了 快坐下来吃饭 不用了 谁想吃你的臭饭 你过来 有话跟你说 儿子 好好说话 别吵架 妈 你放心 我妈不吵架 我妈不吵架 你发生 老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这房子 是越住越大了是吧 天天有家不回 就只要往这儿跑 她是我妈 我儿子过来看一下 怎么了 你这个月都来三回了 你走了 我爸妈是来照顾我 你给我闭嘴巴结 当初我帮我妈接到咱们家的时候 你就看她不顺眼 鼻子不是鼻子的 眼睛不是眼睛的 现在好了吧 我把我妈接出来 我给她租个房子住 我有空呢 我就过来看看她 你还不满意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行 你天天往这儿来 不得给她买米买油买面吗 这么花钱吗 还有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每个月给她偷偷塞的钱 还少吗 行了 你不让我买也行 那你倒是把她接回去住啊 把你妈接回去住 你说的倒是轻松 我爸妈还在家住着呢 没她住的地方 对 你爸 你妈 你弟弟 你弟妹 甚至你侄女 侄子 全部住在我们家 那个家 还有我的份吗 还有我住的地方吗 我弟刚买房子 正在装修呢 再说 咱俩已经结婚了 我爸妈住你家 住咱家 有什么区别吗 好啊 你是尽孝了 可她呢 她是我妈呀 她是我亲妈 你可以让你全家住在我们家 我妈一个人含辛茹苦 不苦伶仃的把我拉扯大呀 我爸走得早 她一个人在村里面 那个老破房子嘛 夏天漏风 冬天漏雨的 你让她怎么住啊 你们全家现在住的是很舒服呀 可我妈呢 我连我给她租个房子的全力都没有嘛 我早跟你说过了 把你妈送往养老院去 你不听我的 管谁呀 你说的还是人话吗 我还活着呀 我妈还有我这个孩子呀 经理啊 今天 我做出最后的让步 我要给我妈在城里 把这套房子给租下来 我有空的时候 我就过来看看我妈 我就问你 你同意 还是不同意 当然是不同意了 租这个房子要花多少钱啊 还有 以后家的钱 休想再给你妈还一分 经理 你说这个话 我实在太憨心了 咱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你们家可是一分钱的价端都没出啊 而我们家呢 我们家拿到八十八万的彩礼啊 咱们结婚的时候都说好了 只要咱们把婚给结了 咱们就把这个钱拿出来 给我妈在城里面买套小房子住一住啊 可是你们家呢 你们家说你弟要买房子 你二环面说把这个钱 全部拿出去给你弟买房了 怎么着 你现在是想给我发救救是吧 你们别吵了 别吵了 儿子 你还是把妈送回农村吧 妈 摆扇笑为先 我今天不会因为他们这群白眼狼 我就让您受委屈了 今天 我要 你要干嘛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我今天 我就要 我想干嘛 我告诉你 老婆没了可以再换 但是妈 只有一个 你们全家住的那个房子 是我爸生前留给我的 现在请你们全家 包括你 离开我们家 因为我们还要回家 人生就是一辈子 你还等个下 我 人生就是一辈子 啊